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就是 想要长寿 这十年至关重要 不如晚年的中老年朋友千万要注意了 觉得文章不错的 记得右下角按赞转发 决定长寿的关键十年 世界卫生组织把老人分为三类 即六十七十五岁为年轻的老人 七十五八十九岁为老年人 九十岁以上为长寿老人 随着生活条件的越来越优越 长寿成为了很多人的追求 根据以色列学者的研究发现 在六十到六十九岁这个危险年龄段中 这十年中老人每个月平均会有两次健康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 八十到八十九岁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每个月的健康状况 却和七十到七十九岁年龄段的人一样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因此 六十到六十九岁这个年龄段 各个器官衰退比较快 是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段 容易出现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动脉硬化等 而等到进入八十岁以后 这些疾病就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精神和健康有可能恢复到六十到六十九岁年龄段的水平 老年人想要长寿六十到六十九岁这十年的保健至关重要 每天做到十个医 祝你平稳度过这十年 每天做到十个医 闯过这十年 一 一杯奶 牛奶是众所周知的营养品 富含钙质 被誉为白色血液 它的营养几乎是全方面的 其中钙脂肪蛋白质等含量较为丰富 推荐牛奶和奶制品的每天摄入量是三百毫克 以一般两百毫升的袋装奶来说 每天喝一到两袋也就足够了 二 一碗粥 粥堪称天下第一补物 根据哈佛大学一向对十万人进行长达十四年的研究发现 每天喝一碗约25克全穀物熬制成的杂粮粥 可以降低5%的死亡率和9%的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经常食用诸如麦片粥或糙米玉米 黎麦等粗粮的志愿者身体十分健康 几乎避开了所有疾病 尤其是心脏疾病 想要少生病就经常喝粥吧 三 一壶水 白开水是最佳保健饮品 专家指出 防治心脏病 每天三个时段喝一杯水效果最好 一 晨起空腹一杯水 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隐形出汗和尿液分泌损失了很多水分 起床后即使不觉得口渴 但是体内仍然会因水分缺失而导致血液粘稠 因此起床后可空腹喝一杯水 要尽快喝 小口小口地慢慢补充水分 二 运动后一杯水 适量的运动是长寿的基础 尤其老年人更要注意有效合理的运动 但是在运动以后应该特别注意补充水分 运动时 我们的汗液带走电解质 而且消耗较多的能量 如果不注意 运动后急易发生低血糖 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晕厥 因此运动后要根据实际情况 小口饮用淡盐水淡糖水 三 人们睡醒时呼吸汗险仍然在排出水分 当体内水分减少过多血液粘稠度就会增高 睡前一杯水可以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 预防疫发生在秋冬凌晨的心脚痛心肌梗塞等疾病 四 一个鸡蛋 鸡蛋可以说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蛋类 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以高达98% 鸡蛋被营养学家称为完全蛋白质的模式 蛋黄还有丰富的卵磷汁 甘油三支 胆固醇 卵黄素 对神经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能够促进大脑发育 增加记忆力 五 一个苹果 俗话说一日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具有降低胆固醇 防癌 减肥 防衰老 增强记忆 是皮肤润滑柔嫩等作用 保健效果非常好 不同颜色的苹果的保健功效各有侧重 青苹果能养肝解毒 且能对抗抑郁症 较适合年轻人使用 红苹果入腥 其降血脂 软化血管的作用更强 黄苹果则对保护视力有很好的作用 六 一个洋葱 洋葱的营养价值极高 功效很多 包括防癌 降糖 降胆固醇 保护心脑血管 还能防止感冒 杀菌抑菌 补钙 健骨等 只要一周吃三到四个 就有保健作用了 七 一块鱼肉 鱼营养丰富 所含的蛋白质容易被消化 吸收 所含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 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量大 对身体较有益处 八 一公里不行 温和的健步走 有抗衰老的功效 成年人只要坚持有规律的行走超过12周 就有身体结实 腰围变细 体态端正的效果 且不易疲劳 身体锻炼还能缓解头痛 肩痛 腰痛等 并可促进睡眠 专家认为 每天步行30分钟 可以摆脱许多成人病的风险 九 一项爱好 孤单会使人加速退化 老年人应该保持和社会大自然的接触 具备一项爱好 不管是唱歌 下棋 旅游 书画 或是养花养鸟 集游等 都能无形之中 让老年人眼界开阔 更加热爱生活 珍惜人生 十 一份好心情 保持心情愉快 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 就和其心态息息相关 不良情绪的刺激 会导致许多疾病发生 身体衰老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正向思考 全身心投入生活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才是迈向长寿的明智选择 有无种表现的人 一般能够轻松活过95岁 迈入长寿老人的行列也不难 近日 美国的一项新研究 为乐观者更长寿 在天新证据 通常情况下 在我们经历中老年后 如果身体依然硬朗 如果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 一般都可以轻松地活到85岁以上 甚至95岁也不在话下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 通过对7万多名志愿者长达30年的追踪随访后发现 乐观的人活到85岁以及以上的几率更大 乐观心态就像是一滴墨水 在清水中逐步扩散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体来说 对身体有以下五大好处 乐观的人通常会有这五种表现 对养生至关重要 一 睡眠质量高 生命的延续其实是一个不断修复的过程 新老更替周而复始 因此生命得以延续 然而人体的修复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 因此 尽管我们白天非常劳累 经过一晚上的睡眠 第二天便可以恢复到完好如初 因此睡眠质量决定了我们人体的修复能力 有研究发现 情绪乐观的人更有可能睡眠充足 白天也不容易困倦 积极的情绪可以缓冲压力的影响 从而使乐观主义者能够得到安稳的休息 二 乐观的人喜欢笑 如果人体的脑容量是一定的 那我们记忆开心的事情多了 那么对痛苦忧愁的事情就会减少 从而可以防止不良情绪对人体的伤害 乐观是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 有句俗话 乐观的人像太阳 照到哪儿 哪儿都发亮 极端的人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乐观者比较容易获得开心 因此经常保持笑容满面 三 心肺功能强大 乐观的人通常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容易激动 特别是老年人 退休后没什么很大的压力 也不再担任什么公职 因此应酬很少 也比较悠闲 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如果能保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便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加随性 舒适 也可以很好地保护心肺功能 四 乐观的人更活泼好动 不得不说 运动是最好的抗衰老药 健康才是长寿的基础保障 而乐观的人显得更加活跃 即使到了老年 依然还会参加些社团活动 如跳广场舞 打太极拳等等健身活动 因此也得以更好的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 五 乐观的人善于表达 乐观的人喜欢分享 可以是精神分享 也可能是物质分享 乐观者经常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大家分享 从而保持活跃 不会感到压抑 如果把我们什么事情都压抑在心里 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特别是步入老年之后 社交圈子的不断缩小 子女也会很少聆听自己的唠叨 因此 学会合理地表达 也是养生的重要环节 拥有以上这五种表现的人 步入老年后 如故依然还能坚持 或许活到85岁 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有很多人 依然身体非常硬朗 步入长寿老人的行列 不是什么难事 你是其中的一员吗 如果还差一点 快按照前文所述 做好十个一 养好身体和心情 让自己在幸福的基础上 更加长寿 觉得文章不错的 记得右下角按赞转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